歡迎大家來到一個月一次的《讀印法作》 《讀印法作》今個月大家都見到我們出了一幅圖 就是金仔和文作人握手很開心的圖 大家都知道我們今個月的主題主力就是做閱讀韓戰 不過在食主菜之前我們也有個甜品送給大家 你看到這幅圖就知道今集《萬卷書與萬里路》的韓國編音系列 上次有講《柬埔寨》 這次剛剛之前上個月我去了韓國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韓國的東西 但與其說韓國的東西我反而想說這是一個朝鮮的東西 因為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李氏朝鮮的歷史 如果大家多看韓國古裝劇的話 有很多很多很多 幾乎是你可以看到的 當然有些是高麗 應該再舊一點就會難一點 就是三國時代那些 I mean是朝鮮的三國時代 大部分的其實都屬於李氏朝鮮的 如果大家聽得最多的當然是西中大王 好像只有這個皇帝一樣 整個朝鮮時代 即是李氏朝鮮時代 如果我沒有記錯 應該是26至27個皇帝左右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李氏朝鮮的歷史 其實李氏朝鮮的開國 其實跟我們中國的某一件事是有點相似的 話說1388年 當時還是高麗王 高麗王朝 他們姓王的姓氏 有一天 那一年他就派李成貴 即是高麗 sorry 朝鮮太早 李成貴就去打他 即是打這個明朝 然後呢 李成貴就去到 就發現好像不是很好 打不到 他覺得輸定的 怎麼跟明朝打 他就說了四個理由 他就說 現在下雨很難行軍 現在是農作之時 即是農時 所以就不適合用行軍 因為你應該這樣就會影響過農務 諸如此類 有四個理由 於是呢 就決定做一個叫 發生了一件叫威化島回軍的事件 反轉走去掃描 高麗王牆 那這件事立刻你會想起哪一個呢 趙康印 對 沒錯 你想起太早了 那我其實曾經嘗試去搜尋 其實這個會不會又是一個黃袍加新的故事呢 但是很不幸其實我都是找不到的 因為畢竟擁有的漢華語的 或者是中文的資訊關於威化島 回軍就真的說到其實李成貴是很正義的 其實我是不相信的 就好像當年黃袍加新 其實這些擺冷到明大家都做出來的 那但是分別在於什麼呢 分別在於 趙康印當年是自己畫出去的 對 對 對 作為禁軍阿頭說他自己畫出去的 但是這一個呢 就真的是阿黃宇派他出去的 對 那所以這裏就應該有少少分別 就是可能他都真的被動的 但是我 我會覺得中間真的還有很多野心 但是因為你要寫的東西實在 現在現有我又看得懂的那些資料實在太少了 所以我只能夠暫時相信是他 其實呢 每一個王朝都有很多亂事 在我們最認識的世宗之前 其實有幾個王 在1992年的時候 即1392年 就發生第一次的王子之亂 當時的神二皇后 的第五兒子阿方遠 即是李方遠 就反對神德皇后的第二兒子阿方石做誓子 於是就堆壞了他 很鷹意 你作為另一個皇后的兒子 就是堆壞另一個媽媽的兒子 很容易 這就是第一次王子之亂 那太早呢 都不是李方遠做誓子的 其實本來就想的了 但是呢 李方遠就說 不要啦 我不做 我是五兒子來的嘛 我五兒子怎麼做啊 於是就被二哥做 那呢 這個就叫做李方國 那但是呢 即你想一下 二哥 我幫你拿了皇位回來了 那其實實權就在我身上了 即是這個邪惡的周公 可以叫做 可以這樣說 那之後呢 他們的同父同母的四哥 即是阿方 就叫做李方幹 走來挑戰李方遠 即是剛才你說的背後的周公 即是邪惡周公 而李方遠就贏了 那 於是呢 剛才不是說 那個二哥就做了皇帝 他叫定宗 那於是呢 四哥你都殺了 那我唯有養位給你 那於是呢 那這個 李方遠就正式成為太宗了 你可以見到 你叫做太宗的話 這個皇帝應該是很重要的 OK 即是一般你會定的那些廟號 那些廟號 你的廟號怎麼定是有原因的 你叫做太宗 當然是因為你是開國 你叫做太宗的話 通常都不會是 定立了某些東西 通常都是開設了某些東西 而在李方遠做了太宗之後呢 的第二年呢 那明朝就正式同意了 朝鮮就叫為這個地方的國名了 那之後呢 就要到隔了十幾年 就是這個西中終焦都職位了 那就是就是 太宗的長子 楊寧大軍 就做了世子 那後來呢 就被太宗廢了 說他是那些很 很荒淫啊 很殘暴啊 那些人 那第二個兒子呢 就信佛的 那但是呢 李時朝鮮呢 是用余來治國的嘛 大量這樣是不希望 不希望佛教成為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他們會盡量將他 推到他邊緣一些 可以盡量離開這個政治核心 因為高麗王朝是佛教王朝 他們是佛教是國教來的 所以可能也都有這樣的原因 是想使用這些東西 那所以呢 就用了這個理由呢 就決定不讓這個第二仔呢 就做這個世子 那所以呢 太宗就立了這個中陵大軍做世子 這個就是我們所有人都認識的世宗皇帝 那世宗皇帝大家都 即是世宗大王大家都知道他是誰 其實你只要去過一次首爾 基本上你發覺好像整個韓國律師名人只有兩個 一個就是世宗大王 一個就是李信神 因為呢 如果你去首爾在光化門廣場 你就會看到兩個大的童章 那坐在那裡那個就是世宗大王 還有呢 如果你拿一張一晚汪出來 那那個都是世宗大王 還有你會發覺好像 很像1984 你會發覺韓國的那樣子 都是他發明這樣的 那又不是 那感覺 那他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 當然就是對韓國文字的這個 制定 其實呢 我們現在不是叫 有些人不是會叫韓文做賢文的 其實如果你叫他做賢文 其實你是貶低著他 他叫做訓文正音 但是呢 因為訓文正音的出現 令到所有人都開始懂得寫字 懂得知道怎樣交流 其實Richards當世宗大王設計這兩 設計訓文正音的時候 有很多兩班的人士是反對這件事 因為原本他是在壟斷知識的嘛 但是正正就是 因為你設計了這些字的話 那他是會影響了 或者會有機會動搖這些貴族 對於學識的那種壟斷的一個權力 所以他們是反對得很厲害 但是最後你當然也反對不到 因為世宗是一個 就是如果以我們現在的理解 或者事後看回 他肯定是一個很 最少他是一個很把炮 夠僵去挑你們機的人 而Richards他是成功了的人 因為我那時候看的那本 叫做農業那本書 我不完全記得叫什麼CAT 有文字或者數字的出現 其實本身就是一些權貴 政府或者是 其實他們想做統計 你有沒有交稅 你應該交多少個稅 其實他們是 是一種特權階層來的 本身的出現 當然啦 文字傳落人民之後 就有其他事演變了 世宗之後就有他的兒子文宗 但文宗很早死 之後就是端宗繼位 他很小的時候 母后就早死了 沒有監護人 所以就由三政城去輔助他 但是世宗的二兒子 首揚大軍就發動這個政變 聽起來像什麼呢 永樂大帝 永樂大帝就是這個明成祖 因為世宗死了 兒子就早死 所以就到孫祖 但孫祖的老母又早死 所以叔叔就要了位 這就是明成祖的故事 於是成為了所謂的世祖 首揚大軍就逼端中讓位 視他為世祖 而這個世祖 剛才就說 什麼東西都是世宗發明 不是的 其實對於李氏朝仙來說 世祖有一個很重要的制定 就是制定這個經國大典 定下了由儒學成為國家最重要的治國政策 獨尊儒術 是的 因為其實他那時候只有佛 他沒有百家那麼多 主要是佛 他就推動了這個尊儒益佛的一個治國政策 但是也都剛才這麼說 分文正音不是世宗 那時候已經有 是他死了之後才再正正式式地頒佈 而言文是什麼意思呢 即是說 小孩子是女人用的 那當時的貴族就是這樣去 說其實你這些 不是一些可以登大雅之堂的文字 是的 那麼細祖的時期 那麼其實呢 有另外一些大臣呢 依然是想幫端宗復慰的 那麼其實端宗原本不用死的 即是那個嫂子原本不用死的 那個叔叔搶了個位子之後 原本是將那個嫂子 就變成什麼什麼軍 叫什麼軍 那但是呢 你這幫混蛋啊 是都要找他說 打算幫他復慰 然後走來挑我機 那我殺了你的大臣 我看著阿嫂 我不搞正你的話呢 之後又有人說要幫你復慰 那我也真的很不空 最後那個嫂子就被阿嫂這樣殺了 其實原本是不用死的 但是就是因為你那幫大臣 我心想 如果我是阿端宗 原本我下了圍 我不仇衣食就算了 可能就是因為你那幫混蛋 但是呢 他們那幫人也有被稱為死六神 即是 即是 類似的 即是 很像很像的 那麼 後來 到這個 過了細祖之後 就到成中 為什麼會提成中這個皇帝呢 就是在1475年的成中登位 開始用士林派 如果大家有 對朝鮮歷史有些認識的話 有一個很重要的 兩個字 對於整個 整個政治 朝廷 就是黨爭 就是黨爭了 而士林派呢 就會是 對於往後整個朝鮮歷史 影響得很厲害很厲害的 一個黨爭的其中一個原因 這麼像東林黨 其實跟後面都可能有些關係 但是又不完全是 那這一幫人呢 多數都是 地方出身 事身 希望改革 由分舊派把持的朝廷 分舊派 即是分就是公分的分 那你聽分舊派 你就自然知道 這些就是以前的 功臣以後 什麼什麼二代 對 副二代 副三代 或是公三代 那些 於是 就開始由士林派 就取代 盡量 開始陸陸續續 取代 分舊派 但他們都鬥了一輪 那 成中的 他就親近了一個 廢妃叫尹氏 生了一個很重要的 在朝鮮歷史裡面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 或者很著名的 王 就叫燕山君 但成中的老母 人水大飛 就不滿意這個廢妃 即是不滿意的媳婦 是 是陳箭出身的 所以就策劃要廢了這個尹氏 最後還將他刺死 燕山君後來就繼位 剛才說了 成中是找士林派幫忙的 於是燕山君 就在分舊派的煽動之下 縮清了這個士林派 以這個絕後世批評 前朝皇帝的事 就產生了一次 叫做 沒有五時禍 即是說不可以被你們批評我 一定要殺死你們這些士人 你們這些士人就是混蛋 我一死你就搞糟了 又是不可以說他爸爸 因為他們說他爸爸的壞事 所以就殺了他們 其實燕山君在朝鮮歷史裡 他一直都被稱為暴君 我記得好像有些韓國電影 是專門拿他出來拍的 說他很淫亂 沒錯 說他總之就是 就王那隻 走廁玉林 諸如此類 但其實呢 我看回一些資料就是這樣 燕山君呢 其實對 所謂漁學 其實就是宋明理學 他對理學是完全沒有興趣的 同時間他對佛教也沒有興趣 他迫害了佛教 他會把漁學館變成狩獵牆 他喜歡打仗 他喜歡狩獵 所以呢 引起了士人很大的反彈 我就會明白 為什麼燕山君會被人寫得這麼臭 就好像明朝明武宗一樣 就是因為他變成炮房 其實真的好似 另外 臨尾 再過多大約五六年之後 剛才不是說了 他媽媽 廢非運時 是被他 奶奶 不是 是被他奶奶 殺死的 那燕山君知道了 燕山君知道了 原來是媽媽殺死了自己的媽媽 於是呢 就殺了很多人 士林派又殺 分狗派又殺 他已經瘋了 這個就叫做 甲子士和 其實就是明朝四大士和之一 是明朝 sorry 是朝仙 那你就會看到 其實燕山君為什麼會被人寫臭 我覺得很大機會是因為士人對他很不滿意 他是被人推翻的 是 整個朝仙有兩個王 就不是叫做什麼中或者蜜蜜祖的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 就是燕山君 另外一個就是光海君 後面會再講一下 後面就有所謂 於是 又撲完中為首的人 就發動這個政變 將燕山君流放到江華 而他的同父異母弟 就視為中中 即是這個朝仙中中 當然是有他份策動 沒有理由沒有他份策動 這個就被稱為中中反正 其實也是我自己覺得 就是用餘生的角度出發的 因為中中可以一改燕山君的敗壞 重新起用士林派 就用李鶴為綱 之後就到孫中職位 而分舊派也正式從此 在這個政治舞台上消失 李朝的開國功臣 全部都 李朝的開國功臣 和協助細組的一些官僚學者 都大約是屬於這個分舊派 接下來就是一個很複雜 一直都是一些很麻煩的士林分裂 士林派分為東人黨和西人黨 他分的原因就是 譬如以你為首 譬如添以你為首 你住在漢城的東邊 跟你那一班就是東人黨 跟我那邊就叫西人黨 之後就到孫中 他其實就是跟風神獸吉打的一個 但是他是輸的 在1592年任神窩亂的時候 日軍攻陷了漢洋 即漢城 宣祖避難到平壤 日本就再巢了平壤 他就直接要逃亡到二州 幾乎是單東旁 對 那期間呢 這個行山島和明良大勝 大家都知道 剛才又提過一個 就是 朝鮮裡面唯獨兩個你會認識的人 一個就是李信神 就是他推出這個龜旋 就贏了這個日本仔 後來的丁有窩亂 明朝和朝鮮聯軍一起打日本 最後就因為風神獸吉的死亡而結束了 但是呢 男人黨在這個時候其實是主和的 那什麼是男人黨呢 真的複雜 男人黨其實就是由東人黨分裂出來的 後面你就會發現 差一個就是一台麻將 沒錯 是有北人黨的 北人黨其實呢 其實呢 東人黨是分裂了男人黨和北人黨 原本就是西人黨和東人黨 然後呢 東人黨就分裂成為南人黨和北人黨 那北人黨後面又再分裂幾個黨 後面會再說多一點點 然後呢 然後呢 就是這個 剛剛有提過的就是一個 朝鮮裡面呢 另外一個沒有稱為祖或者中的王 就叫光海軍 沒有廟號 對 沒有廟號 那他呢 都是沒有給明朝認可他的王位的 而朝鮮也都反對他 為什麼呢 因為呢 清朝 sorry 那時候應該是後金 就是這個愛新國羅家族開始崛起了 那他跟你近了 他就逼迫你 因為他怕你和明朝一起合力搞糕他 所以呢 就想著這個 他就想著去 那這個光海軍就想怎麼辦呢 那他就決定要游走在我們要叫明清之間 因為不想太過立落了 於是呢 但是呢 傳統他們都是士大主義的嘛 所以就想著要 那 那 就是這個後金打你嗎 那我派兵幫你 但是呢 他就跟了將軍說 所以說 必要時的話呢 投降是OK的 那所以呢 派了一萬五人過去呢 有近一萬人是投降了給魯爾哈赤的 是的 但是為什麼這個光海軍會做一件這樣的事呢 就是為什麼他會這麼不聽明朝話呢 那最初的時候呢 他爸爸想著封他做誓子 你封他做誓子 要明朝同意的嘛 我申請了五次你都reject我 那如果我第二次登王位 我會不會再鎖你明朝 我當然不鎖你明朝 那但是我又不 我班 我班漁臣是低能的嘛 他個個都信奉漁學 是一定要時代 一定要 就是跟隨舊統的嘛 那所以其實他是處於一個很隔縫的位置 其實經過了之前的幾年 就是譬如尤其和日本打了那麼久呢 其實他知道自己沒有這樣的兵力 沒有這樣的能力去對抗後金人 那所以他才盡量去游走在這個名稱之間 那但是很可惜呢 也是因為士林派在擁不擁 就是剛才說了 那些朝臣是反對他 其中就是剛才說了 士林派在擁不擁護這個光海軍之間 就再分裂了 那所以就 最後就會變了有西人黨 有西人黨 有一個小北黨 有一個大北黨 諸如此類 那大北黨是支持光海軍的 那將剛才那群人全部流放了 想不到以為打麻雀 結果變成是打這個 這個 華士啤 不是整個 整個21點好 整張好多人 那之後呢 就是人組時期 那人組呢 就支持這個西人黨 為什麼呢 因為西人黨就幫他推翻這個光海軍 那另外呢 就是 後來呢 就再有這個 清 終於就派這個十二萬軍 攻朝仙 稱為這個秉子胡亂 朝仙大敗 人組投降 也都由這一刻開始 朝仙就正式臣服於清 那後面呢 就 很厲害的 剛才有提過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忘記了大北黨還是小北黨 另外就分骨 即骨頭的骨 骨頭的骨頭 骨頭的骨頭 是很混亂的 因為他們是差一點點的概念 就已經會分裂的 真的很誇張 另外 西人黨也都會分少倫黨 和老倫黨 這樣 那這裡呢 幾乎都已經去到 朝仙的晚期 因為都亂到這樣 那麼 西人黨分裂了做這個 剛才說的老倫黨和少倫黨 然後就到宿宗的時代 男人黨 就以支持張希斌 成為這個側室 而重返這個權力的核心 而這個張希斌 就彈下了這個 藍丁 並打算準備 會拆封他為繼承人 即是後來的警鐘 但是男人 和這個 張希斌 就趕走了 人顯王后和西人 那宿宗呢 後來又另外 和另外一個下女 即是後來的這個 蜀殯崔氏 誕生了一個 即是生了一個兒子 那他就是後來的英宗 那西人呢 就借此機會 恢復仁顯王后的皇位 剛才不是說被人趕走了 那成功呢 就可以獲得 宿宗支持 重返這個朝廷的核心 那麼 後面呢 其實還有很多 古靈精怪的 就是黨爭 諸如此類 但是呢 反而最想說的是 去到後期 其實他們都幾多這個權貴 剛才你會看到 沒有什麼外戚的 沒有什麼外戚 你不是很聽到外戚的 多數都是一些 黨爭 那去到這個 這個 英祖的時期 那他的皇后 即是純禁皇后 就成為了國王的監護人 那當然 魯麟派也重返了政權 但是純禁皇后死了之後呢 純祖的外祖父 金祖 金祖 純 就掌握了實權 就形成了外戚的政治 其實這個是第一次聽到的 那之前 那大部分都是黨爭來的 那稱之為 安東金氏 就是由安東 安東組織的 一幫姓金的人 那魯麟派呢 就反而被他們掃了 而士林派的時代 也都正式結束 就是沒有了一些 士林派的黨爭 那純祖呢 就令到世子 名校世子 就 令這個世子 名校世子 就取這個 封商趙氏 的神精皇后 對抗 但是 沒辦法 早死 那你就看到 封商趙氏 都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 地區 權貴 那純元皇后 在憲宗年間 就垂簾聽請 後來 憲宗的母后 就是剛才說的 封商趙氏一族 憲宗皇妃 孝定皇后 南陽雄氏一族 就相繼這樣掌權 在憲宗死了之後 就由這個折中繼位 他的皇妃 折人皇后 就 一同為這個安東金氏 令到安東金氏又復活了 那你會見到 其實有點像 東漢 俊 東 俊 什麼姓謝 那類 其實有點像 有些地方勢力的人 成為朝廷大元 其實最主要都是因為 他們本身是外戚 OK 而折中死了之後 就到這個 人祖八代孫 大遠君 因為其實他本身 就沒有子字了 跟著一路找 就要找到 去老年那麼遠的 一些半 就是遠房親戚 大遠君也是 很有名的 雖然有很多人叫大遠君 但是如果 就這樣說大遠君的話 去得到 韓國你一說大遠君 就一定是說這個大遠君 就求孝明細子的老婆神精皇后收他的兒子做養子 之後成為高中 政權正式落入大遠君手中 而封商召使和北人 男人重新組織這個政治 重組這個政治體制 但是大遠君就造成了秉仁教育 因為他是很鎖國的一個人 他是非常之排外的 但是這一點就令他做了很多中央集權的事情 但是你有一個皇后可能聽到 就是敏氏皇后 敏氏皇后就是高中的老婆 他就不滿意大遠君這個鎖國方針 他就比較傾向開化的 所以他初期是親日的 但是尼美比一本仔打完之後 他就親俄的 住過在俄國的大使館 而高中也是因為傳聞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他在那裡喝過咖啡 所以為什麼你現在去韓國會看到這麼多咖啡 就是因為由高中開始 韓國人就喜歡喝咖啡 在中日海戰之後 親日派上升 敏氏的勢力就自然下降 所以就改了親俄 那他就聯繫士大黨 就把之前有提過的其他幾個氏族 包括安東金氏和封商趙氏 一起來對抗這個大遠君 後來這個月末事變 日本人就入了朝鮮 就對抗了這個敏氏 那大遠君就重建了景福宮 就廢除了書院和兩班 兩班其實他們是免稅的 但是到最後都 兩班和明成皇后 即敏氏聯合失勢之下 高中就改國號 在1897年就改國號做大韓帝國 正式結束了和清朝的中藩關係 其實到這裡為止 整個李氏朝鮮 我用了半個小時 告訴你 大約是這樣 你會看到很麻煩的黨僧 還有後期的主要是外戚的聯政 而過多大約13年左右 即1910年 那就是日本人正式 完全這樣入侵 也都消滅了這個大韓帝國 變成了他的殖民地 如果你去韓國的話 看到首爾的五個皇宮 光化門廣場 就是剛才說的兩個銅像 還有很多譬如水源附近那些 都大約在這些時候就已經起了 幸好就是打仗的時候 包括二戰 韓戰 都沒有特別摧毀他們 很嚴重 都算是勉強 因為經過韓戰之後 基本上他的毀難程度 是比過了二戰之後的東京更加難的 但是幸好都有一些東西可以留著 所以如果大家去韓國的話 會看到比較多關於李氏朝鮮的東西 好 那這個special就到這裡為止 之後你們會再看到 我們今個月還有其他兩集的節目 好 今次就到這裡說完 下次再見 拜拜